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畫圖 資料已經抓下來 所以等於是4月跟5月的匯率資料 我希望畫圖畫在哪裡 畫在M 可能這邊空一個欄 然後M到V 總共10欄 反正畫這個地方 10欄10列 畫一個美元折線圖好了 那問題說 如果你假設不用程式來做 當然你要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要畫一個折線圖的話 你可以從插入折線圖來 這邊有一個折線圖 你可以不用那個 這個 這個這個樞紐分析 資料我們是樞紐分析表 產生樞紐分析圖 那如果你不是樞紐分析表 而是一個一般的表格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從那個什麼 插入裡面這邊也有那個 插入什麼 插入折線圖的地方 那我希望有 還有標記 它這邊有那個一個 一個點 讓我可以比較清楚辨識 那所以呢 我可以畫一個美元的 那當然我先畫一個 那一個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畫一個折線圖 基本上它有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如果底下的X軸的話 實際上就是時間 中軸的話就是它的匯率 OK 所以你要兩個欄位給它 它會自動幫你畫出來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當我們把這兩個欄位選起來 就是A欄 A1一直到下面 B欄到下面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A1跟B1先選 然後用Ctrl Shift向下 可以把這兩個欄一起選起來 然後利用那個插入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插入圖表的那個折線圖地方 你可以把它點選 含有標記的折線圖把它點下去 可是你會發現 奇怪 為什麼出現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的話 你會發現 它怎麼不是匯率 然後底下也不是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主要問題出在哪裡呢 出在這個 它給的日期有沒有 它其實不是一個標準日期 而是其實 雖然我們眼睛看到 好像我們眼睛人看得懂 但問題以是有看不懂 以是有看到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它看到是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千萬 兩千零二三萬 然後四百零六 他可能看到這樣 所以如果他要 看到是正確的一個日期的話 記得一定要加個斜線 有沒有 把它隔開來 他才知道年月日在哪裡 所以如果要把年月日部分 然後隔開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 Excel它可以用字串的方式 裡面加斜線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日期 用date的函數 不過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應該用文字來轉 是最簡單的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改 當然你說老師要怎麼改 當然不是叫你傻傻的 自己在這邊加個斜線 再加個斜線 然後打個勾 我看打勾會不會 新版本會比較聰明 打勾它底下全部 問你要不要仿照 沒有耶 我以後被有功能打勾之後 底下自動問你要不要自動填滿 那就OK了 可是問題現在還沒這個功能 那沒這個功能怎麼辦呢 你要想辦法 把這個問題解決 所以要怎麼樣 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假設不是用寫程式的話 變成你要先在B欄的地方 先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我剛講過 你可以先抓前四個 and的一個斜線 然後再抓5跟6 加一個斜線 再加尾巴兩個 所以你可以想到有什麼 函數 前四個字 lapt有沒有 還記得吧 lapt 然後lapt這個裡面的話 幾個字 四個字嘛 再抓到黏對不對 年就出來了 但是我後面希望 串一個斜線 and一個斜線 有沒有 打勾大概有個 2023斜線 後面的話加上04 04怎麼抓 and嘛 你可以再插入一個 密的函數 所以文字裡面的話 密的函數 然後呢 密的話一樣給這個 然後第幾個字 第五個嘛 抓幾個字 5跟6嘛 兩個字 好 04就有了 有沒有 那這邊 一樣and 然後後面的話加一個斜線 然後再加一個and 尾巴 尾巴的話是用rise好了 OK 當然你也可以用密的啦 只是用rise好像比較簡單 R開頭的 OK 然後這個裡面取幾個 尾巴取兩個字 好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向下填滿 那你說這個東西要怎麼把它取代掉 記得喔 你把它向下填滿按右鍵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把它蓋過 不過蓋過的時候 記得不是直接貼 直接貼會發生錯誤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就吃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直接貼的話 它是貼公式 有沒有 它裡面是一個公式嘛 所以呢 你假如說你要貼的話 記得喔 用那個選擇性貼上 找那個有一個貼上有123 就是只有直 那貼上成功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B欄給刪掉 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日期給正規化了 把資料符合 它要的一個日期格式 OK 所以如果不是一個標準日期格式 你這樣畫圖一定會錯掉 因為你看是看得懂 但是Excel是看不懂 OK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換成 Excel能夠分辨它這個日期 OK 好 那接下來一樣 如果這個修正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一樣A1跟B1選起來 Ctrl-Shift向下 向下之後的話 一樣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折線圖 有沒有 那這邊還有別的資產標記 這樣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4月6號一直到5月23號 那它走向大概是這樣 有沒有 高起來 最高大概是 4月 5月初吧 5月1號吧 OK 然後再下去 所以最近又上來 然後又下去又上來 不過大概就在這個上下這樣波動 OK 那畫好這個圖之後 如果我希望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位置 M1 M1這個位置 然後有10藍寬 所以把它拉 不過還記得吧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你們如果要把這個繪圖 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其實可以不用這個什麼 自己去移動它入度下 因為移動它好像會產生 非常多不需要的程式 我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直接用那個什麼 在有一個 A2後面 自己改四個參數 四個參數 四個參數包含就是 你的什麼 寬跟 你的位置在哪裡 我要放在M1上面 所以你就直接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M1這個位置 然後Lad跟Tub 還有寬多少高多少 其實指定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要錄製的話 只要錄製 剛剛把它插入這個動作 然後拿來修改 其實就可以繪製出這個 美元的折線圖出來 那美元折線圖畫出來之後 其實人民幣也可以 但人民幣比較麻煩 人民幣你要畫的時候 剛剛我們是這兩籃一起選比較簡單 可是 因為它畫這個 所以你要選的話 先 A1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去選 C 這個時候比較麻煩 因為它中間還有個 B 藍 所以如果你要選C的話 記得 先把A選起來 再把C 先再按Ctrl鍵 點C1 然後這個時候再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 才可以選到 這個C OK 這個有點麻煩 不然的話 你會不會這一招 有點麻煩 我再做一次 油標放A1 Ctrl Shift向下 先選A的範圍 如果你要多選到C的話 記得按Ctrl鍵 再點C1 這個時候再Ctrl Shift向下 這兩個就選 選完之後一樣插入 人民幣的話 這邊的話 是這個 人民幣就有了 那當然一樣 我們將來錄製就錄到這邊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的話 其實可以從那個VBA裡面自行修改 會比較適合 那因為這邊總共有這個B到K藍的這麼多匯率 所以我希望把那個圖一個一個把它往下放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吧 今天大家目標就是先把資料下載 然後畫圖 所以未來我也是希望說你們看那個自己找自己有興趣的資料 反正先下載 至少會爬蟲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會畫圖 哇 那會畫圖 其實就滿厲害的 我覺得現在只要人家看到圖就覺得 哇 這很棒耶 不然你看到一堆數字 誰喜歡看數字 對 如果你是分析師的話 你光看數字 你都覺得這數字 雖然你看得知道大概高高低低也許可以分辨 但問題啊 你說有這麼好理解嗎 你一圖畫出來什麼都搞定的 沒有人喜歡直接一直盯著數字看吧 當然最喜歡還是看什麼 直接就看一個圖 OK 但問題你要怎麼樣把圖快速的畫出來 這件事情倒是滿重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剛剛比較重要的第一個 把日期的一個資料做一個修正 那修正主要就是中間沒有加這個斜線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做一個中間串一個斜線 我前面這個是用Lapt Mid 再Right 然後中間串這個斜線 OK 然後把它貼上的話 用選擇性貼上 再繪式圖表 OK 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公式 這個應該 OK 我把它控制一下 這公式也不難 大概是長這樣 OK 應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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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